在爱情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在政治里呀 不挣票的就是不资产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规矩 江湖规矩你懂得多少 前阵子中国火了一种培训班 叫小三培训班 专门培训女人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小三 他们的宣传口号就是 没有拆不掉的家庭 只有不改变的自己 这个道理刚刚好可以用在我们这里哦 超过60年的钻石婚都被拆散了 没错 说的就是巫统 马华和国大党的结盟 如果从联盟算起的话 有61年咯 是钻石婚 钻石那么无间不吹都被拆了 这个宇宙最强的小三就是 伊斯兰党 几天前呢 巫统代主席穆哈莫哈山就宣布 巫统和伊斯兰党正式开始合作啦 他们还成立了特别技术委员会 探讨未来合作的方向 他说啊 从509之后第一场雪州双西甘迪补选 巫衣呢就以戒指定情 最后赢了金马轮和世毛月补选之后 现在他们已经步入了结婚for something的阶段了 想要教你脑工脑工脑工 关西请一刀 气死了你 当然不是气死我也不是气死你啦 是气死武统多年来的大佬婆子们 马华和国大党啦 他们刚刚才联手 说要探讨组织新联盟的可能性 让脑工紧张一下嘛 谁知道脑工竟然无动于衷 而且还在第二天 就跟新欢在众人面前一起秀恩爱了 就好像那些小三啊 常常理直气壮的会说 在爱情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在政治里啊 不挣票的就是不资产 在最后这两场不选里 伊斯兰党的确帮巫统拿了许多马来选票 赢了选战呀 他们和巫统一唱一和的 马来人和宗教课题 马来社群很败呀 他们还说要在下一届大选 继续维持这种合作关系 让巫统可以迎回江山 那马华和国大党真的要被打入冷宫了吗 江湖上有人说 未必 因为巫医联婚接下来第一场考验 就在燕斗补选 伊斯兰党在燕斗的影响不大 上一次大选呢 他们在燕斗只拿下了4.5%的选票 就算这些票全部过完给巫统 那个帮助也不比金马轮和士马月来得大 但是燕斗是全国拥有第八大印翼选民的周一席 占了27% 这个时候或许就是国大党发挥影响力的最佳时机哦 还有人认为啊 反正都已经被踩到谷底了咯 还有什么好怕咧 马华 国大党和民政应该联合起来 跟西蒙和巫医来个三分天下 其实哦 马华 民政和国大党一直以来都是巫统罩者 才可以有机会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没有了这个靠山之后 他们又可以有什么搞作咧 哎呀 反正现在最担惊受怕的应该还是 连书两局的西蒙啦 江湖上就人批评说 你看 他们现在资乱争角了咯 那个经济部长阿兹敏说 要大力推动马来人议程 不用怕给人批评 不用跟人家道歉的 咦 谁会批评你 谁会要你道歉咧 财政部长林冠英也说 巫医合作高喊马来人大团结 分明就是在向非马来人宣战 咦 你的同志刚刚才讲要大力推动马来人议程 来吸引马来选票哦 sorry sorry 放错文高了 林冠英后来补发了一份修改过的文告说 其实他要讲的是 巫医合作把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 变成了目标对象 太迟了啦 不管他怎么修改都好 巫统马华和国大党都不会买账的 而且他们还少有的在509之后 联手到吉伦坡金马警局报案 举报林冠英煽动种族紧张气氛 嗯 女侠觉得阿斯敏和林冠英可能历练还不够吧 还是得多多跟马哈迪学习 马哈迪说啊 巫医合作 西蒙没在怕啦 因为两个爱说谎的人走在一起 总会有很多机会接入双方的谎言 他还质问一党 你们跟巫统合作是要宣称纳吉是无辜的吗 你们说要团结穆斯林 是不是要在这个民意之下 接受滥权贪污和犯罪行为是合法的呢 难道你们要接受纳吉当领导人 还有哦 你们的老大哈迪阿旺在80年代曾经发布过哈迪训词 阿玛纳哈迪把巫统标签成 异教徒政府哦 当年啊 他们这个训令还导致一党党员不能和巫统支持者 在同一个亲针四下祈祷 他们的孩子不能跟巫统支持者的孩子结婚等等 啊 现在你们讲要跟巫统结婚啦 以前讲的话 不算输了 马哈迪的这番话会不会挑起巫医之间的矛盾呢 我们暂时还看不到 但可以肯定的是 马来人和非马来人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将会是国内政治禁忌的焦点 这会不会打乱西蒙的改革步伐 还是会让他们重回前朝国政政府的种族宗教路线呢 各位江湖好汉们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女侠下期跟你再会咯 拜